心电细胞编起无地心 现在是6月17号晚上在6点42分 我在读大一的时候遇到一个英文老师 他是叫王秋贵 王老师是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中国民间故事 我有看过他写中国民间故事论文集 比如说有的是写孟江女 因为孟江女的传说各地都不同 但是孟江女哭倒万里江城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这是反对秦始皇 或者反对一朝历代的帝王 不需老百姓的劳动力 让一些女人的丈夫去建长城 进公共建设牺牲生命 古时候又交通不方便 然后工具也不好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有趣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广西很红的刘三姐 刘三姐是传奇人物 他们听说据说是很会唱三歌 可以唱歌唱很久 我以前的时候 台大的时候 我有一个室友也很喜欢唱歌 整个歌谱都会唱很厉害 跟长老教会的人会唱歌 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天主教的时候 也是很 每天都要唱圣歌 你做礼拜都要唱圣歌 活教也有唱歌 不过活教唱的歌比较单调 音乐上面当然说听说活教也有很好听的歌 只是我们每天听的都是炼金的歌 这是一个木鱼在那边敲一台敲去 音乐上面是比较单调 然后就看看那个大爱电视台 他们有的呼叫音乐唱得不错 不过就是比较严肃 民间的三歌的话 像我们台湾以前是说 像看钟离合 他们就是客家人 也很会唱三歌 什么阿妹生来圆叮当 好比天上圆夜亮 阿哥好比小心子 一夜香水到天光 就是说是三跟三之间在唱歌 所以那种声音是很大声 我们台湾很多人 大概有住过山上的经验的人都知道 唱歌有时候有些地方 有回音的时候 唱歌很好听 像人就唱歌的能力 好像有退化倾向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很年轻的客家人 他也喜欢唱歌 他当兵 上卫兵站两个小时 就唱两个小时歌 不过那时候都是 所谓唱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很多 像我们在台湾以前 像昏辉飞 最近几件昏辉新闻很多 昏辉飞以前的歌也是 很多在工厂上班的小姐都喜欢唱 唱红辉飞的歌 唱歌 唱起来人感觉自己很快乐 现在的小朋友 年轻人他们都喜欢听iPhone iPhone里面有很多歌 比如说像很多人喜欢听周杰伦的歌 放到iPhone里面再听 我的晚辈 一些外甥 他们都喜欢听iPhone 听歌曲 在原住民的话 我们他原住民音乐也是非常好 我现在台东工作的时候 很喜欢听原住民的音乐 他有中文的解释 中文的解释 他也运气 随着 如果说你在台东乡家住的时候 像我们那时候十几年前 是听随身听 听随身听 随着舞蹈在台东跳舞的时候 会感觉非常快乐 在黄昏的时候 人唱歌会觉得非常快乐 台东好像有电视台 还是音乐台 有些龙芒的时候 人家就划一个收音机 然后电台就会播送原住民的音乐 这是很好的事情 就唱歌的话 自己能够编曲 自己哼几句 唱个几个小时 都可以还编得出来 这对语言上面 对母语的保存 或者对人说话的能力 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今天特别说一下 王秋贵老师 谢谢 谢谢